为在左营区温南路的最末端 长期遭人以围里阻隔 重述堆积杂物并占用为私人停车场 让当地人相当诟病 最近作家库林也看不下去 连续两天透过脸书po出多张贴文 并且向陈其迈市长喊话 希望能够正视地方需求 尽速协助解决问题 车开走 驳路不好再还给你们停好不好 最少让这个用路人不要有这个安全的遗历 同时他们读起来 大家各位如果到现场看可以看到 他们两边这个文来路两边 一边剩下两米多 另外一边完全堵起来 行政的程序都走完 找立法委员找这个议员也都没有用了 那他们也都说没办法 因为就是这种没做这件事 假设真的讲说这是某某的 怎么样的势力造成他们不敢去处理这样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好了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形 当然这个陈其迈市长 也是必须要承担起来的 所以我才会先报告市长 有这个状况 由于道路宽度被骤减至两米多 很容易因为视线不良导致交通事故 碎石路面坎坑不平 也经常让机车骑士或步行长者摔倒受伤 各种杂乱的设施严重破坏市容 有损程式形象 而且道路被封堵 未流消防通道 万一发生火灾 势必酿成巨货 不得不谨慎看待 救灾上会比较不方便 这边又住老人对不对 对 你如果说救灾上会车上不方便 就变成说延误救灾 只能这样讲 我为了很危险的是 身份危险 因为不是都 我不敢在那里 我站在那里也不敢在那里 会拔倒 因为参差不及 对 高市新公处说明本案所指的范围是文来路 从治真路到新庄一路段 目前虽然尚未征收开辟 但是可以通行 出估含土地款及工程款 开辟总经费约需3.6亿元 后续将是地主医院及市府裁员 通盘检讨研议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